赵丽颖出演的36部电视剧全盘点 赵丽颖1987年出生于河北 2006年因获得雅虎搜星比赛 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 出道16年至今 大大小小参演过至少36部电视剧 主演电视剧网播量已破2000亿 其中有7部破百亿 4部是网播年贯 从珊珊来了里可爱活泼的薛珊珊 花千古里令人心疼的小谷 楚桥传李坚毅的特工楚桥 知否李聪慧的盛明兰 再到最近热播电视剧 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 赵丽颖选剧本的眼光真的牛 她真懂什么年龄驾驭什么角色 演的每个角色都很鲜活 那下面就让小文 带大家一起走入赵丽颖的戏剧人生 第一部 金婚 童多多 2006年 19岁的赵丽颖 应获得雅虎搜星比赛 冯小刚组冠军 而进入演艺圈 童年就出演了她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 《金婚》 这部戏是由张国立和蒋文立主演的年代家庭剧 她在这部剧中饰演 蒋文立的淘气可爱的女儿童多多 初出茅庐的她在剧中展露头角 顺利走入大众视野 你可回来了 一会儿赶紧给我收拾收拾房间吧 还乱呢 真是够乱呢 这家里边别提多安静了 什么意思呀 不欢迎我们回来呀 不是 谁让你跟我爸怎么吵架的 第二部 《南岳王 小皇后》 同样在2006年 赵丽颖还参演一部由吕良伟 唐国强 王刚 宁静主演的历史大剧《南岳王》 她在剧中扮演一位青春可爱的小皇后 她的戏份虽不多 但大家要知道 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 能参与这样一部大咖云集的大投资大制作的历史剧 也是非常高的起点了 但遗憾的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部剧至今没有播出 第三部 世纪不了情 林珊珊 这是一部讲述 以近代历史为背景的 歹族王朝的传奇故事 赵丽颖在剧中 也是饰演一个小配角林珊珊 是一个清新可人小姑娘的角色 第四部 春去春又回 任杰儿 这是一部民国爱情剧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温婉可人的任杰儿 同样 作为新人的赵丽颖 在剧中戏份不是很多 虽然我不知道你下一部会怎样对付那个柱子柜 也不晓得我留在这里危险有多大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是怕负累我 那倒不必 我不怕钱 第五部 索青秋 文艳 这部剧是由冯绍峰和安以轩主演的民国情感剧 赵丽颖在这部剧中饰演小丫鬟文艳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他和前夫冯绍峰第一次的合作 但当时他们的地位可谓天差地别 冯绍峰是绝对男主 而赵丽颖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可能当时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 未来会牵手又放手吧 第六部 夫妻一场 英子 夫妻一场是由霍丝燕和冯绍峰等主演的一部家庭伦理剧 而赵丽颖在剧中饰演霍丝燕的养母 年轻时候的英子 因为是回忆内容 戏份比较零碎 也是一个酱油角色 我不相信 你真就能把我给忘了 哥 要说我把你忘了 你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怎么可能把你忘了 接下来是2010年 这一年赵丽颖一共有五部电视剧播出 虽然大部分都是配角 但是我们能够看出他在剧中的戏份越来越多 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第七部 苍穹之卯 灵儿 这是一部中日合拍的清代宫廷大剧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性情温顺的灵儿 虽然也只是一个丫鬟角色 但是至少不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而赵丽颖也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很好 性情温顺 长相甜美 让人看到了她的演技有了很大的进步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 你别吞吞吐吐的 你就是想问我和金云小姐相处得怎么样 是不是 这是一部年代夺宝题材电视剧 讲述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国宝历险记 赵丽颖在里面饰演女主角李秋萍少女时期 是个被众人宠爱的女孩子 回头 到前面大街给你买双新的 我从来不穿外套的鞋 我只穿我娘给我做的 那就让我娘给你做一双 不就结了 不过 穿我家的鞋 她得给我家做媳妇 她本来就是我媳妇 谁是你媳妇 听我说我不在说 第九部 佳琪如梦 安安 同年 赵丽颖在陈乔恩 邱泽 冯绍峰等主演的爱情偶像剧 佳琪如梦中改变以往的迎评形象 饰演性格叛逆 迷恋朋克的九龄后少女 这大概是赵丽颖职业生涯中最丑的造型吧 我还学好友屁呦 给谁看 你要是喜欢我 我就陪你去喝两杯 要是如果你不喜欢我 你就给我滚开 不要在这里说教 第十部 新红楼梦 行秀烟 23岁的赵丽颖 在这版《红楼梦》中饰演了少女时期的行秀烟 在这部可谓众星云集 几十个主要角色 都是当时那于炙手可热的星星 个个青春靓丽 娇媚灵动 尽管赵丽颖在剧中还是一个小角色 但她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虽然不如老板经典 她却也演出了行秀烟的端牙稳重 知书达理 第十一部 大内敌手 陈希儿 这是李渭当官第三部 由徐征 余波 赵丽颖主演 这部剧 可谓是赵丽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也是她第一次出演女主 虽然这是一部大男主剧 女主戏份并不多 但这部剧受众非常广泛 让她的演艺之路又晋升一部 快点救人要去 快点 我知道你喜欢我 舍不得 是不是 来 给我亲一口 第十二部 星域观音 阿静 该剧讲述了 缉毒警察安心与杨锐 毛节之间 为爱而上演的曲折故事 赵丽颖在剧中 饰演乖巧清纯的阿静 还是一个配角 但是戏份 已经很多了 她扎着一条辫子 也是超级好看 非常的清新 我是说如果 他们要是和好了 那 那你怎么办 我会祝福他们 第十三部 星环珠格格 秦儿 赵丽颖 赵丽颖在新环珠格格中饰演 甜美端庄 声名大义的秦格格 算是女私的角色吧 借助环珠格格强大的IP效应 该剧的收视率却超高 尽管当时这部剧被很多人吐槽 但是楚楚可怜的秦儿却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此时 赵丽颖也才24岁 为什么我们女人的命运 都要在别人的手里 为什么我们都要听别人的安排 第十四部 夏妍的秋天 唐小然 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讲述主人公夏妍与失业男友秋天 上演一段几分几合的无妨之恋 由当时爆红的演员李念和应小天主演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家境优厚 个性温柔的女孩唐小然 第十五部 极品男女日记 楚洋 该剧讲述了都市男女 在金钱诱惑下和职场斗争中 追逐幸福的故事 其中赵丽颖饰演主角之一 是一个活力四射 内心坚强的可爱女孩 但遗憾的是 这部剧除了放出了一个长预告 至今尚未播出 第十六部 宫所珠莲 百合 这部剧是宫系列的第二部 由于杨密冯绍峰主演的 宫第一部大火后 这部剧就在万众期待中播出 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演技 又精进了不少 塑造的百合更是深入人心 百合是一个身在青楼中的戏作 复杂 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对赵丽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也让她适应了更多的表演风格 然而这部剧播出后 却没有掀起任何浪花 但是却让编剧于正看到了 赵丽颖的可塑性 随后就让她主演了另一部古装剧 《陆真传奇》 第十七部 《陆真传奇》 《陆真》 该剧讲述了北齐女官陆真 如何从一个小宫女到被校召帝高严赏识 步步高升成为高级女官 在后来与五成帝高战相恋的故事 这是一部古装版的杜拉拉声直记 虽然在后宫的环境 大家免不了要耍点阴谋诡计 但却没有过度残酷 本剧的重点还是放在立志 剧情很吸引人眼球 可以说是开创了古代职场剧的先河 由赵丽颖扮演的陆真可爱中透着机灵 聪明中带着执拗 还有自己坚持的理想和抱负 这也是一部王子遇见灰姑娘的爱情剧 一经播出很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取得平均1.94%的超高收视 直接捧红了赵丽颖 杨荣 陈晓 乔任良等一众年轻演员 从此赵丽颖也走上了她的大女主之路 他们说 已经找到了一种药 可以慢慢帮你解教身上的无视赛 你没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 第十八部 追鱼传奇 红铃 这部剧讲述了书生张珍和李渔金红铃的凄美爱情故事 赵丽颖饰演女主角红铃 一条活泼可爱的李渔精 时常卖萌嘟嘴 超可爱的 第十九部 错点鸳鸯细点鸳鸯 苏画 这部剧分上下两部 错点鸳鸯和细点鸳鸯 讲述了北宋末年 苏家庶女苏画不愿受父亲摆布从而逃婚 却坠牙 与她外貌相似的小丫鬟杨逸柳被安排代嫁 从此卷进了一场交织着血仇的豪门恩怨 赵丽颖首次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脚 分别饰演善良懦弱的小姐苏画 以及机灵勇敢的丫鬟杨逸柳 尽管这部剧小成本制作 服装造型粗糙简单 但却挡不住赵丽颖的灵动可爱 说这样的话 只不让女人瞧不起你们这些满嘴圣贤的男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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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都市家庭情感剧 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本来是富家千金 与青梅竹马即将订婚时 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产生了变故 造就了她成熟稳重隐忍不发的性格特征 与以往赵丽颖塑造的那些轻松跳脱 可爱活泼的角色很不一样 第21部 珊珊来了 薛珊珊 赵丽颖第一部网播亮破百亿的电视剧 天性善良 甜而不傻的珊珊 某天半夜突然被叫醒 去医院给大老板的妹妹献血 她这才知道 自己是因为有着稀有血型 才被招进风腾公司的 不过珊珊不慎在意 继续努力工作 自此之后 正能量满满的小吃货珊珊 就成了平时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 霸总风腾的专属挑菜工 俩人之间 甜蜜有趣的故事 也拉开了序幕 这部剧2014年一播出 就火爆全网 甚至2015年 珊珊来了 依然是U2国产剧播放量 第一名 归根结底 是因为她甜而不腻 又正能量满满 珊珊是个小太阳 浑身充满正能量 薛珊珊 一边重复这句话 一边跳剑身操 那呆萌活泼 积极向上的美好形象 屏幕内迷住了大老板风腾 屏幕外也蒙翻了大批观众 都已经2022年了 还有谁对胖乎乎可可爱的 姗姗念念不忘呢 第二十二部 花千古 小古 这部剧讲述了姑女花千古 与师父 长留上仙 白子化之间关于责任 成长 取舍的纯爱虐恋故事 这部剧的成绩非常耀眼 当年播出时的平均收视率为 2.123 网播量也有200亿 近十年排名top5 由赵丽颖扮演天煞孤星 花千古 性格天真 感爱感恨 原本心无杂念 自从在群仙宴上出遇白子化 便注定了此生为她沉沦 被命运伤得体无完肤 却依然深爱着不肯放弃 这是一部一女对四男的大女主戏 剧中每个深爱花千古的男性角色 都个性鲜明 魅力十足 随着连续两部爆款剧的诞生 赵丽颖彻底坐稳 那于顶流女星的宝座 但你知道吗 当年赵丽颖差一点就错过了花千古 花千古的导演曾在采访中说到 当时她一早就看中了赵丽颖来出演小谷 但是她的经纪人觉得 片酬太低就拒绝了 后来赵丽颖知道了这件事 研读了剧本后 觉得这个角色非常好 就自己跑到制作公司谈合作 结果当然 就是成功出演花千古 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不得不说赵丽颖选剧本的眼光 真是独到 人也是十分有远见和胆识 第二十三部 加油吧 实习生 送暖 该剧讲述了几名大学毕业生 初入职场 在经历数次职场考验后 获得自我成长和甜蜜爱情的故事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性格倔强 坚强不服输的实习生送暖 第二十四部 蜀山战继之剧《蜀山战继之》 剑侠传奇 这部剧主要讲述以蜀山剑派为天下正道之首 正邪两派展开江湖纷争的故事 由赵丽颖 陈伟霆 吴奇隆等人主演 赵丽颖扮演的是睿智聪颖又带点邪气的魔女欲无心 扮相美艳妖娆 艳绝天下 非常吸睛 第二十五部 吉祥天宝 杨若南 这是一部古装喜剧 赵丽颖饰演女主杨若南 活泼淘气 聪明伶俐 雷厉风行 对感情勇敢追求 他善使长鞭 喜欢朱天宝 却被父亲许配于天宝的哥哥朱天祥 与朱天宝在情感变化经历了各种峰回路转 天宝已经去了极乐世界 那里没有痛苦 没有悲伤 你只留下我 皇在凡事 在人前 第二十六部 老九门 尹新月 在民国悬疑剧 老九门中 赵丽颖饰演活泼可爱 但心有诚服的尹新月 尹新月是北平鼎鼎有名 新月饭店老板的掌上明珠 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心思机敏 精明能干 敢爱敢恨 这部剧还会集了流量小声陈伟霆和张艺兴 所以这部剧当时播出时人气超高 这同时也是赵丽颖第三部网播量超过一百亿的电视剧 第二十七部 青云至碧瑶 这是一部《众星云集》的古装玄幻剧 讲述了草庙村少年张小凡投身青云门下 并且与鬼王之女碧瑶及同门林京语 陆雪奇 曾叔叔等少年们一道斩妖除恶 一路成长的故事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碧瑶 一身绿衣 外形乖巧而不失柔媚 高傲的性格中又兼具纯善温柔 虽出身魔教 却善恶分明 为爱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部剧中不仅有赵丽颖 还有当时顶流明星李一峰 杨子 易阳千玺 王俊凯 王源 以及后来大火的诚意等等 又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仙侠题材 一经播出就领跑2016数七档 网播量280多亿 当年的冠军得主 第二十八部 胭脂 蓝胭脂 2016又是赵丽颖霸评的一年 接连在暑期档播出两部大热剧集之后 紧接着九月 赵丽颖又带来了一部谍战剧 胭脂 剧中赵丽颖又化身女特工 发型百变 优雅婉转民国风 第二十九部 楚桥传 楚桥 这部剧讲述细微乱世 宁如草芥 一个在险恶的世道中 艰难求生存的女奴楚桥 在协助建立新政权过程中 关于守护 背叛 信仰 爱情的故事 2017年该剧《易经》播出 就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和网播量 电视平均收视率1.741 也是中国唯一一部在剧集播出期间 网播量就破400亿的电视剧 排名第一 令人扎舌 由赵丽颖扮演的楚桥 是一位不甘于坐任人践踏的奴婢 争取自由 拥有废奴止歌坚定信念的女孩 她果断又理性 思想成熟又有主见 始终以善良之心 帮助身处困境的人 是一个胸怀大志 既有领导才能 又有领导魅力的人 这又是一部一女多男的大女主戏 剧中一共有四人与楚桥 有着情感纠葛 她们分别是门阀贵族宇文月 燕北世子燕巡 南梁太子肖策 大魏皇子袁松 第三十步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林浅 讲述了都市白领林浅 邂逅温达集团总裁立志诚 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 赵丽颖扮演冰雪聪明 别具慧眼的都市白领 阴差阳错 进入即将倒闭的温达集团 凭借自己的职场经验 人脉交际 在工作中与男主携手并进 快点让开 你们快点让开 别欺负我了行吗 第三十一步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明兰 这部剧讲述了北宋 官宦家庭少女明兰的成长 爱情 婚姻故事 展开了一幅 由规格少女到侯门主母的生活画卷 剧中赵丽颖扮演圣家庶女圣明兰 她自幼丧母在后宅中苦苦求生 所幸明兰之命却不受命运摆弄 在祖母圣老太太的关爱与扶持下 她藏起聪慧 掩埋锋芒 在万般打压之下依然自强自立 最终成为影响家族兴衰的关键人物 这部剧剧情缓缓续来 人物形象丰富饱满 生动幽默 一些人生哲理还包含其中 尤其是剧中 展现了北宋社会的文化风气礼仪制度 以及一些官宦人家的娱乐休闲活动 堪称一部宋代美学大剧 很适用心 是近几年中国古装剧难得的经典之作 也是赵丽颖第七部网播量 超过了一百亿的电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 赵丽颖在这部剧的拍摄期间 与男主角冯绍峰英系生情 走入了婚姻殿堂 高门显跪也好 小门小户也好 都须得尽心尽盈 步步小心 最后才能和恨我 这是赵丽颖结婚生子后 复出拍摄的第一部剧 与当红偶像王一博搭档拍摄 讲述了周匪和谢云等 一众英雄少年们出入江湖 完成自我历练的成长故事 赵丽颖扮演一代女侠周匪 大侠南刀的后人 四十八寨掌门的掌上明珠 有着极高的武学天赋和极强的正义感 峡谷柔情 跨意恩仇 有着两大顶流的加盟 这部剧的网播量也还不错 但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可能因为这部剧《浮化道》 以及制作略显粗糙 剧情也不够吸引人 外加赵丽颖略显疲倦的状态与角色不符 导致她遭遇了口碑滑铁卢 此后 赵丽颖就积极尝试更加丰富多样的角色 开始走出偶像巨大女主的舒适区 这是一部悬疑行真剧 讲述了一起 尘封了17年的凶案浮出水面的故事 赵丽颖扮演的是一位冷静神秘的心理医生 这是一个带有反派色彩的复杂角色 表面上看似坚不可摧 但为了保护父亲 不惜做出了违背自己职业道德的事情 导致被凶手利用 这是赵丽颖出演的第一部悬疑剧 因此 这也被外界视为赵丽颖的转型之作 第三十四部 幸福到万家和幸福 这是一部乡村励志剧 讲述了一个名叫和幸福的农村姑娘 在事业与婚姻 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 那赵丽颖自然就扮演了这个勤劳勇敢 正直坚韧的农村姑娘和幸福 在这部剧中 赵丽颖不再是时髦的都市女郎 而是现代农村年轻女性 与她搭戏的不再是各路小鲜肉 而是那些常年拍摄年代剧的实力演员 他问你一句 你这么闹到底图啥 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 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 那人活着还是人吗 第三十五部 风吹半夏 许半夏 这是一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商战励志作品 故事讲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曹芒起家的女主角许半夏 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 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披荆斩棘 最终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是赵丽颖又一转型立作 这部剧电影质感很有中国九十年代风情 尤其是赵丽颖 在刘薇 李光杰 王静松等众多演技派中 居然还是很亮眼 在剧中她那不再可爱 略显沧桑的脸很有故事感 这部剧已于2022年11月27日 在爱奇艺和电视台同步播出 开播第一天就收视排名第一 猫眼热度总榜排名第一 目前舆论的反馈也相当出彩 从目前的良好势头来看 这部剧估计又会是赵丽颖的一部王炸作品 第36部 与凤行 沈黎 这是一部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预计2023年播出 其中赵丽颖扮演直率豪爽 战功赫赫的魔戒将军碧仓王 沈黎 故事大体讲述了 沈黎在匆忙逃婚的过程中 意外受伤被打回原形 重伤昏迷之际 凡间小贩将她当作肥鸡 拔光了全身的毛 关在笼中待兽 沈黎醒来后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啊 堂堂一个凤凰 变成了一只秃毛鸡 幸好此时一个叫行指的男子 眼光独特 买下了他 之后两个人的命运就被一场看似不经意的交易 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这是时隔五年 赵丽颖又回归仙侠剧 对于她来说 似乎又回到了舒适圈 所以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认为她既然已经转型 并且也不再年轻 就不应该再回头去演偶像剧 或者仙侠剧 但小文觉得赵丽颖只是戏路拓宽了 又不是定型了 只要剧本好 演技过关 观众喜欢 演什么题材的电视剧有那么重要吗 在当今内娱 有几个明星能像赵丽颖一样 在现代正剧 悬疑剧和古装剧随意切换呢 与剧中的很多角色一样 作为一名从农村出来的女孩 赵丽颖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 在资本恒生的娱乐圈里 她从跑龙套开始 一步步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在事业有成 步步抱拒 结婚生娃后 离婚也是潇洒 拼事业做自己 那最后 我们就祝她事业越来越红火吧 好了 小伙伴们 这里是温涛石 点赞订阅不迷路哦